整个焊掉联合国 那么这是192个国家的大使都要求到陆江来考察 那么中国的时候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害怕 所以把它延后 变成无限期的延后 但是将来还是可能 现在我们这个中心交给政府了 让他们自己去做了 我说我只做一个样子 样子做出来之后 你看到了 希望你们继续去做 如果说是能够在台湾这个地区 我们轮体地质规感应片石杉叶道 通通都可以交 那这个根深了 它只交一个 中国传统是如是道三个根 扎根教育 所以现在在台湾是可以扎三个根 中国大陆是宗教 宗教不能够在社会上宣扬 只可以在宗教寺院它的范围之内可以 这个社会不可以 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只用一个地质规 所以这个是扎根教育太重要了 扎根教育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师傅刚才给我们提到了这种文化的一种向下的扎根 然后由亲子教育的方式的方式向下扎根 或者像这个汤匙线这样的一种实验 用一个定点的实验 然后向下扎根 但这里面都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你要用心去推动它 金门县 如果我们看一些数字的话 其实答案就更加清楚了 根据远见这种杂志 长期的这种调查里面 我们随便举三个数字 比如说认为自己快乐的金门县 在全台湾的25个县市里面排名第二 认为作为一个县名 以作为那个该县的县名为荣的 全台湾25个县市里面金门排第二